所以您當初蓋這一棟皇宮 大概花了多少錢 花到四億多塊五億吧 連裝潢啦 董事長 連天花皇都是很錯的 有 像這個 就是之前用純金箔去貼的 先打底 打兩道金漆之外呢 然後再用金箔去描上去 所以這個都是用 匠人的手作一筆一筆描上去 對 沒錯 歡迎收看超拜人社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今天在新竹一個非常非常知名的地標 祖北羅浮宮 他的主人也是非常有傳奇色彩的 一位大人物 起得重機的老闆胡董 你有取同公之妙嗎 沒有 我連他的百分之一都不如 我想每個男人應該都曾經幻想 自己有很多的女朋友 但是真正做到的能有幾個人 這一棟祖北羅浮宮 就是為了自己的家人設計的 你知道他家人有多少個嗎 叫他自己有50個 出去要兩台遊覽車 能夠讓我敬佩跟羨慕的人也不多了 這絕對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最top的一個男人中的男人 只有胡董可以超越胡董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起得重機胡董市長 他人生的故事 還有他在面對家庭事業 各種不同的選擇 他如何能夠走到如今這個地步 超白 今天有榮幸訪問到胡董以外 還有我們環表人生的環表小姐姐 Jenny Jenny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胡董這首歌嗎 這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沙鹿 這個已經平常了 這已經是閃瞎了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本尊 本尊真的很美 加上中間都是滿鑽 對 它已經到頂了這些沙鹿的天花板 現在這一支的市價 滿鑽的話通常會接近大概七八百萬 Jenny很內行 這買來大概它報價八百萬 那有一種它是表彈沒有鑽石的話 就比較便宜很多 但是沒有鑽石不適合你 對 沒錯 那個太普通了 我們是要限量版中的限量版 就是要閃 胡董的名願 對 什麼都買到底就對了 對 什麼都買到底 那除了胡董很懂得享受生活 很懂得品味之外 這後面這些就是 警政單位或弱勢團體 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胡董就會大力的資助 像做一些工藝啊 他們回贈我一些 憲兵寶寶跟其他寶寶 你懂當初怎麼會想要打造這棟 當時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去德國 去買吊車的時候 也是我偷偷坐飛機坐到這麼遠 這個時候 台灣沒有直飛到德國寶蘭克國 結果呢 我們就到法國 然後呢 帶點它比較狗腿一點 就帶我去參觀知道嗎 羅浦宮 一日遊 我就看哇 這個百年建築 幾百年都是屹立不了 不要想說 有朝一日你知道嗎 我就一定要 要蓋個小小的羅浦宮 給自己家人來住 所以這一進門的旋梯啊 到上面的窮頂 都有自己設定的 我一定開放給三百四十幾對的那個婚紗 都免費他去拍的 因為新人他一定很想要在這種風格 可是台灣沒有這種風格 沒有 完全沒有 那胡董很大方的把自己的家出借給他們說 那你們一輩子就一次結婚 從你撞事比較多時 我算是經驗比較豐富 好 輸您一些 旁邊的柱子 娃娃的椅子 對 都是我一選的 包括那個明鏡 原本設計師過那種什麼 插鏡 黑溜溜一坨在那邊 包括所有這邊都是 他就說 胡董 你找我做設計 就應該聽我的 你什麼都要改 我就沒有功能了嘛 他算了 我就見他理念 隔了一年之後呢 我花了三百多萬 把所有玻璃全部敲掉 胡董其實你當初應該不用請設計師 你自己設計就可以 因為你都不聽設計師的話 可是後來證明你才是對的 對 包括外面的食材啦 還有一百一十八尊小天使 也都是我自己精心去下門挑選的 你現在要做的食材 至少花一億以上還做不出來 而且外面的一百一十八尊小天使 你知道嗎 就不合我而異 敲了兩次 第三次才成功 所以你不高興就 所以不合您意 你就把小天使全部都換掉 對 因為它第一個 它給我抽空減料 用拼接的 當時合約他們是整隻小天使 你知道嗎 萬一哪天掉下來打到人 那不得了 我又補他錢又再換新的 新的之後呢 又不是漢白玉 又不要打牆又打掉 本來訂的是整尊的小天使 結果他居然是拚的 對 手腳都拚的 對 頭也是拚的 頭也是拚的 董事長說 掛在天上 萬一掉下來打到人怎麼辦 全部都打掉 換了到第三次才好 對 才好 所以您當初蓋這一棟皇宮 大概花了多少錢 花到四億多塊五億吧 連裝潢 董事長連天王王都是很錯 有 像這個就是之前用純金箔去貼的 先打底 打兩到金漆之外呢 然後再用金箔去描上去 所以這個都是用 匠人的手作一筆一筆描上去 對 沒錯 對 很多好朋友都說 胡董 你以後哪天要重新裝潢的話 你跟我講一下 我派在刮金粉當中變成金塊 哈哈哈哈哈 對呀 這個窮頂真的是我一手設計的 每個中間都有做老虎窗 哇塞 好 看到這種東西怎麼自在自己家裡 應該算國內應該算最大的窮頂 對 算最大 您說的小天使就是這個嘛 對 這漢白玉才那麼白 第一次來是手段腳段用拼接的 然後第二次呢是大理石不是漢白玉 他就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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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玉 最後整個客廳都很亮 董事長家一下交流道 都不用看地圖就把它看到 就是那一洞 狗腿你寫 它是竹北的地標 你只要下竹北交流道 只要經過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董事長的家 這洞這麼大平常要怎麼穩固 很辛苦啊 老婆跟小朋友同時幫忙做啊 因為我們今天拍攝是突然的 董事長他也不知道 等於說他平常就是維持在這麼乾淨的環境 對 講得很突然耶 你是不速之客 來了 泡了我大概五個 快四個小時了 我們是一個很突然的狀況之下 來突襲董事長的家 可是他平常有辦法維持得這麼好 其實就像董事長他經營公司的哲學一樣 其實就是紀律 而且我們晚上的時候 洗牆燈非常亮 很多人就在對面 在拍過來很漂亮 前幾天人家記得訪問我說 我電費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花159萬 他覺得很誇張 大概有200多顆電燈 這個電也是我自己設計的 我覺得你根本就不需要設計師 因為你比設計師厲害 我靠 以為我來到現身房的那種會館 你知道最豪華的洗澡間 這就是放熱水的地方 這放冷水 中間是烤箱 然後這邊是蒸汽浴 86層電視 對 他這邊有些人會不會打到 然後再加工 對 根本就不需要去外面的 什麼會館 去 回到家就懶得出門 對 這個按摩浴缸呢 到目前為止 辦件快8年了 還沒有用過 還沒有找到新的有緣人 有找到新的有緣人 就開泡 泡湯 是開泡湯 像這些快體熊 是因為做工藝買的 花了大概快80幾萬買 其實櫃子裡面 全部是滿滿的囉 結果每次小朋友 你知道嗎 好朋友來帶小朋友 媽媽 我好喜歡啊 哇 要一直一直送 為什麼董事長的房間裡面 會有這麼衝突的東西 因為跟董事長這種 霸氣的風格不符合 原來是為了做工藝 對 滿滿的愛心 這就是主臥室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睡過 但是有十幾萬人這邊 躺著照相過 又有拍過電影 拍過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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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過兩部在這邊 對 阿姨兩隊也來這邊拍過MV 所以您的床自己沒有躺過 可是別人躺過很多次 還是一樣老話 是 還沒找到新的有緣人 看完下了 不敢再找 撈了啦 今年60歲了 老實在可以啊 我們現在來請問董事長 為什麼你會做到 從一個小公司 跟您父親 兩個人開始說 甚至那時候還不是公司嗎 很小的公司 兩台吊車 兩台吊車 而且小台吊車 在我高中 讀了五年 都沒有畢業 成績很爛 我爸就跟我講說 你讀什麼書啊 你就不是讀這個料子 你就來學技術就好了 所以我的童年 幾乎都是努力在 啟德公司 跟我爸爸 共同創立這個啟德公司 這很不簡單 在這一路上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難關 或者是你們想要投資 什麼大型設備的時候 那種心理的壓力 就出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當我們那個半導體廠 已經很沒落的時候 像是面板廠剛興起 這個要找我們錢 這個要找我們錢 結果我們幾乎都沒有空去做 你知道嗎 有沒有吊車不夠 因為它的設備 重責就是二十幾個 三十幾個 要吊六十幾公尺高 後來呢 我們必須要去德國買吊車 我在二十五年前 一路坐飛機坐二十幾個小時 那個時候還有那個什麼 都是黑金剛的電話 我突然聯絡 我說老爸 吊車不夠怎麼辦 我說買兩台就對了 才一億兩千萬的扣打而已 後來呢 人家就跟我說 你沒有新吊車 我合約不給你喔 結果呢 我那二十五年前 自己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決定 買了十二億的吊車 買了大概八台吊車回來 邊簽約很大 邊在抖啊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爸一定會罵 因為我爸是非常非常勤儉持家的人 而且他不打沒有把握的帳 是 過的時候以後 跟廠商掛勾 為什麼叫你買兩台 你買了八台回來 我說工作價那麼多 你沒有吊車怎麼去做工作 好 你知道嗎 半年就賺回吊車的錢了 然後再各半年 就需要工資還盡量幾億這樣子 喜德仲基在您的手上 很敢投資這些社會 對 在正確的時候 董事長下了正確的決定 造成現在在台灣這些科技大廠 或者是政府 只要遇到精密的儀器 要很專業的人來運送 一定會找我們 一定會找你 一定會找我們 謝謝董事長跟大家分享 謝謝董事長 辛苦你們了 辛苦你們了 是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到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